一种先进的技术可以准确快速的鉴别个体细胞研究人员 把这称作给细胞打上调形码 这对疾病的早期诊断很有帮助 英国埃克赛特大学的研究人员 结合人工智能和微流体 发明了这种新方法能够分类排序单个细胞 并且进行技术研究人员说 这种方法不仅能准确鉴别单个细胞 其速度还很快可以对细胞进行实时的分析 在这种方法可以对细胞进行实时的分析 这种方法出现之前要识别单个细胞 需要浪费很多样品研究称 这种新方法通过了解细胞在分子层面的组成 从而快速有效的识别细胞在疾病出现的初期 往往就是从少数几个细胞出现异常开始的 而这些异常往往表现为细胞内分子的组成出现了变化 这份研究10月13日发表于高级材料技术期刊 主要研究者埃克赛特大学的法布里斯吉伦说 这项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可以进一步了解一群细胞中 不同个体之间差异的来源 这些在分子层面体现出来的差异 在细胞发展的某些关键阶段会体现得特别明显 比如细胞分化成不同的功能细胞这个阶段 但是这些差异也可能是早期癌症的迹象 我们利用一些实时成像数据使用这个技术筛减了数千个细胞 在最不浪费细胞的情况下有效的给它们打上了条形码 我们目前用这项技术筛减的是实验室培养敏内的一些神经母细胞瘤细胞探查 为什么临床上癌症的发展如此难以预测 这有助于疾病的早期诊断 从而使用有针对性的疗法 神经母细胞瘤是一种在特定神经组织中形成的癌症 我们的技术在适用范围内具有通用性 随着各种实时成像分析的发展 可以预见这种技术在多个研究领域都有应用机会 比如细菌生物膜形成 生物催化剂降解塑料微纤维等